我们在建的草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 现在这座主桥是要跨越我们现在既有的机场连路线 沪坑高铁 沪坑铁路 还有在建的沪塑沪铁路 因为跨越的线路比较多 下面又是运营铁路 所以我们选择了转体这样一种对下方铁路影响较少的一种施工工艺 但是这种限于目前这个环境 对我们转体的设计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 所以最终设计形成了这样一种三维几步对称的异形转体方案 在转体的过程中我们是通过计算机和北斗定位系统 通过计算机来控制转体的速度以及转体的角度 我们都是实时进行监控的 就是我们到最后转体就位的时候 我们就通过点动每一秒或者每五秒和十秒 这几种方式进行点动保证最后就位的误差是最小的 就是在毫米级以内